在我刚毕业工作几年后 结了婚 手里攒了一些钱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我就一直没有想明白 那就是我应该先买房 成为一个房奴 还是说用手里的钱去投资 这个投资是个很广的概念了 它可以是去投资自己的创业 也可能是投资到股票市场 在筹出了一段时间后 并推翻了几个创业的点子之后 我最终选择了符合社会 和我们双方家庭的期待 先买房 但是这个问题我本质上 还是没有想清楚 买房似乎是一个 看起来大概率不会错的决定 毕竟我身边的人 都是把买房子 作为人生的一个目标 买房后呢 然后紧接着就又来了新的问题 我买房后工作攒下的钱 我是优先用来去还房贷 还是说去投资 那这两个问题呢 就一直困扰着我 直到最近 我相信我有了一个 可以说服我自己的终极答案 那这里呢 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够给你有一些启发 欢迎大家来到MoneySYZ 那我是Ray 其实先买房 还是先投资 或者说先还房贷 还是说先投资 本质上是对两个投资的选择 一个投资呢 是房产 另外一个投资呢 是其他形式 或者类别的投资 那如果你从网上搜索 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呢 基本上会分成两派 那一派就是所谓的保守派 就是当然是要先买房了 房子长期是增值的 你至少不会亏 而且你结婚生活 都是需要一个房子的嘛 那另外一派就是所谓的激进派 就是房贷的利率那么的低 你应该把钱投资到股市里 这样你的回报率 比这个房贷的利率要高很多 更有甚者 有人会告诉我们说 自家的房子不是投资 因为它不能给你带来正向的现金流 它本质是一种负债 你就不应该去买房 应该把钱全部拿去投资创业 但是我认为 这两种答案呢 都是隔靴搔痒 没有回答问题的本质 在揭晓我的回答之前 我先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假如你手上有一笔钱 现在在你前面有两个选项 选项A呢 是去买一套自住房 选项B呢 是去赌商里赌一把 碰碰运气 你会选择A还是会选择B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A 因为房子是确定的嘛 我可以住 将来可以大概率的增值 虽然不一定让我发财 但是至少不会让我倾家荡产 但是如果你让我去赌博的话 那虽然我可能发大财 但是更大的概率是 我有可能赔的金光 第二个例子 同样的 假如你手上有一笔钱 你面前依然有两个选项 选项A呢 同样是买一套房自住 那选项B呢 是你是苹果公司的超级优秀的员工 苹果公司决定奖励你一个股票期权 允许你能够用市场价的1%的价格 去购买苹果的股票 也就是说 你实行了这个股票期权后呢 立即卖掉手中的股票的话 你的回报率是99倍 或者是90%的回报率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选择B 因为你可以肯定的是 你手中的钱立即会变成之前的100倍 那通过这两个例子呢 我可以很简单的得出这个答案 假如我们有一个比房产还要确定 回报率更高的投资的话 那么大多数人会选择去投资 而不是说去买房 或者说还房贷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呢 我们并不知道这么一种 所谓的稳赚不赔的 比房产更加稳定的投资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投资的教育 投资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 不确定的 我们在没有投资知识的情况下 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投资 这和去赌场里赌博 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经常听到那些所谓的投资大师 或者说推销理财产品的人告诉我们 说把钱放到股市里 会有平均7%的年回报率 或者说买我们的投资产品吧 往年的回报率是多少多少 当进步的问下去说你能告诉我 具体哪只股票能够保证这个收益 或者说你们的理财产品 真的能保证将来的收益 和过去的收益一样高吗 他们会回复你一句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即使有一个你十分信赖的好朋友 投资理财十分的成功 每天花上大量的时间阅读 关于投资的书籍和研究要投资的公司 他告诉你一个他自己认为 十分有潜力的公司的时候 你依然也不敢去买这个公司的股票 原因是对于你来讲 这个公司是陌生的 你没有做这些功课 对于你来说 这个投资的成功的概率 依然是非常低的 你依然不敢把自己辛辛苦苦赚了钱 就因为你朋友的一句话 而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 即使你的朋友是对的 并且你小心翼翼的买了该公司的股票 但是由于你没有做功课 你没有这个信心 在这只股票稍微跌一点的时候 你可能就卖掉跑路 最终赔钱 所以呢 我对于是先买房还是先投资 或者说先还房贷 还是先投资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具体的投资 或者创业的项目 是你真正懂得研究透的 你对成功的概率的预期值足够的高 对失败的结果的容忍度足够的强 那么你可以去用买房 或者说还房贷的钱去投资 那么屏幕前的你 请问你真的有这么一个确切的答案吗 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具体的投资的方向 那么买房或者说还房贷 是你真正拥有的最好的选择 很多人愿意去用机会成本这个概念 来对比不同投资选择的优劣 比如假如我当年的钱没有买房 而是买了比特币 我现在就可以怎样怎样 或者说假如我把这个钱还了房贷 将来有一个特别好的回报率 特别高的投资项目 那么我没钱投资不就是亏了吗 然而我想说的是 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机会成本这个概念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只有在你面前的两个选择A和B 而且A和B都是已知的高概率事件的时候 才存在机会成本 你做了A就损失了B 你选择了B就丢掉了A 但是如果你面临的选择中 其中有一个实际上是未知的 或者说是你假设的 那么你就不存在一个 所谓的机会成本的丢失 也就是说 如果当年买房的时候 你压根没听说过比特币 也没有研究过 你不能说因为你买房了 让你损失了投资比特币 成为亿万富翁的可能 换句话讲 在你没有特别好的 你身心不移的 更好的投资项目的时候 你选择买房 或者说还了房贷 你并没有损失所谓的机会成本 虽然各种发财的机会 总是时时刻刻客观存在的 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 对于你来说 它们就是不存在的 那这里我拿自己做一个例子 我在16年的时候 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 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投资的知识 所以买这个房子对我来说 似乎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后来我开始接触投资的知识 读了大量的关于房地产和股票投资的书籍 在研究房地产投资的时候 我对Airbnb这种短租十分有兴趣 做了大量的调研 我居住的城市是Calgrave 旁边距离Banf国家公园 很近的一个地方 有个城市叫做Canmore 那我对这个城市的房屋的分区 政策法规 年课流量 以及这里做Airbnb的房子 这几年的销售数据都做了调研 计算出年回报率大概是在15%左右 学习了如何对房子估值 各种finance的方法 该读的书我都读了 该看的视频我都看了 并且我还和做商业地产的朋友 做了多次的沟通 印证了我的分析 然后机会就来了 有一个法院拍卖房出现了 这个房子从房型位置 以及法律法规上 都是能够做Airbnb的绝佳的选择 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 可惜的是 我看到这个房源的时候 就已经有点晚了 被别人抢走了 虽然当时感到有点惋惜 但是其实当时并不是很自信 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后来我们结交了一位 恰好在Canmore这个城市 做了几年Airbnb的朋友 然后我就把我的计算的数据 回报率等等 跟他对比了一下 他告诉我 我估计的这个数字 和他的实际数据 非常的接近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意识到 我是差那么一点点 就真正的获得了一个 很好的投资机会 然后我就开始立即后悔 后悔自己 为什么当年不早点 学习这些知识 这样我绝对不会去买 那个自住房 而去这个小城市 投资Airbnb 但是你能说 因为我买房了 就错过了这个 投资的机会成本吗 这显然不是 因为对当时懵懂的我 根本没有所谓投资的概念 这些所谓的投资机会 对我根本就不存在 在阅读了大量的投资书籍之后的我 和之前的我 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人了 那这件事情也让我意识到 如果我不去学习和研究 那这种机会 我根本不可能看到 虽然这次错过了 但是我可以一直准备着 机会一定会到来 那在后来呢 我大量的学习股票投资的知识 开始投资指数基金和特斯拉股票 那到现在呢 我的股市的投资的回报率 是在480%左右 假如我从买房后 就一直老老实实的工作 攒钱还房贷 没有去学习投资 那么这些投资机会就不存在 我把钱还了房贷 其实比我去 在不懂的情况下 去乱买股票要靠谱的多 所以呢 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那就是当你没有一个你个人确信的 懂得投资项目的时候 你的钱用来买房 或者说去还房贷 都不是错误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真正希望自己的人生 能够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你需要经历这个 从对投资的无知到有知的过程 你读的书越多 思考的越多 你的世界也就越宽广 主动学习投资知识 做好自己的功课 你才能等到属于你的机会 好 那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的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呢 对你有所启发 那一定要去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赞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